第391章 惊天动地 九龄元圣 来自西游记 身份 九头狮子 太义天尊作驾 修为 太义经先进九层 功法 九龄圣法 神通 吞噬天地 九龄战魂 六间怒吼 忠诚度 九十五满值一百 这便是九龄元圣的属性列表 很简单 系统对于神魔的属性归纳 一直都很简单 只列出最强的几项本领 例如 哪吒 光是他会施展的法术 奇指百种 太义经先进九层 这几乎是刷新了秦军手下的最高修为等级 哪吒 太义经先进五层 黄蜂大王 太义经先进二层 而九龄元圣倒好 直接便是太义经先进九层 再加上他的变态神通 太义经先进内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有了九龄元圣 秦军甚至有信心去和南海龙王斗一斗 当务之急 还是关天大会 反正小丽在龙宫乃公主身份 不会出事 九龄元圣啊 九龄元圣 朕等你等的花都谢了 秦军难难道 九龄元圣是西游记里少数不想吃唐僧的妖怪 之所以对上孙悟空等人 是因为他的甘孙子黄诗经被孙悟空干掉 他纯粹是为了孙子报仇才找上唐僧 而且他没有带帮手 大大方方坐在洞府内等 孙悟空找上门 毫不夸张地说 九龄元圣算得上西游记里妖怪中最有情谊的一位 所以 九龄元圣一出来便是九十五的忠诚度 轰隆隆 首煞城的上空忽然乌云骤疾 黄蜂肆虐 一股庞大的妖气已碾天之势出现 让首煞城内所有人呼吸一致 胸口仿佛被重锤击中 难受无比 哪吒 黄蜂大王 嫦娥 一老头 降龙罗汉 红孩 李元霸 笑天犬等等 凡是在首煞城内的强者们都飞至天空 一个个如灵大敌 一老头 喃喃自语 好强的妖气 饶视黄蜂大王眼 满脸凝重 眼中更是难以掩饰一丝惊惧 来者的气息让他毛骨悚然 山头之上 蛮象王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 嘴中低声叫道 怎么可能 这股气息好强 甚至比妖尊还强 蛮象王光是感觉到这股气息 便能做出判断 牛魔王不是来者的对手 秦军则激动起来 卧槽 九龄元胜来了 能引起如此异象的存在 肯定极强 他不幸自己运气那么差 刚好被强敌找上门来 而且还是妖族强者 一道通彻三剑 震撼幽冥地府的咆哮声响起 让哪吒等人冷汗淋漓 与此同时 阴间 阴皇宫内 传出一道惊异声 咦 这道声音是 秦军抬头望去 张大嘴巴 满脸 震撼之色 只见云端之上 出现一颗颗巨大无比的尸头 威武不凡 每一个尸头 足有山岳般庞大 仔细一数 足有九只树 从下往上看去 那股直面灵魂的威压 让人不禁生气 敬畏 九龄元胜 九头狮子 秦军激动地直接站了起来 而其余人则紧张无比 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惊天大妖 一老头难难道 眼睛瞪大 即便面对平天妖尊 上古之魂 他都没有如此 势态 可见 九龄元胜之强 秦军不由回想起西游记里 九龄元胜的表现 一口就把西行师徒们全吞了 直接秒 毫不留情 当然也有悟空党 说是因为孙悟空没有防备 但结局比过程重要 而九龄元胜的主人 乃是太乙天尊 道教四域之一 东极清华大地 据说九头狮子一声咆哮 能打开九幽地狱最深处的大门 吊炸天 提醒宿主一句 九龄元胜的修为 不止太乙经先进巅峰 但因为宿主修为太低 各是超越太乙经先进 宿主恐怕压不住 所以才压低了九龄元胜的修为 希望宿主再接再厉 系统冷不伶仃地说道 卧槽 正拖累了九龄元胜 秦军瞪大眼睛 心中暗骂不已 怪不得一直召唤不出 超越太乙经先进的神魔 原来是他 这位宿主修为太低 倘若系统不照顾他 直接召唤妖帝妖皇之流 整个世界都要乱套 他甚至会被一巴掌拍死 如来 就是一个例子 已经称霸一个羽 望着天空中 威武如神般的九龄元胜 哪吒咬牙问道 你是何放咬管 为何来我平天之地 牛魔王 已经是南域妖族王者 这尊九头狮子 肯定是来自其他域 而来到守煞城上空示威 恐怕目的不纯 甚至可能是敌 哪吒等人 已经做好大战的准备 一老头眼珠子转悠 寻思着要不要逃 他下意识看向秦军 瞬间傻眼了 这小子竟然望着九头狮子 傻笑 就差流口水 难道 一老头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无奈九龄元胜 一道震撼天地的威严声音响起 让所有人更加紧张 好霸气啊 秦军眼睛差点闪星星 嗨嗨 不能这样 好歹朕也是九龄元胜的君王 你是要来打架吗 李元霸怒声喝道 金翅大鹏鸟巅峰时期 或许能和九龄元胜抗衡 但此刻的他 却是不能 以孙悟空当媒介 金翅大鹏鸟 能和孙悟空占平 速度更快 而九龄元胜 直接一口倾注孙悟空 唐僧等人 差距很明显 当然这里的孙悟空 都是西行路上的孙悟空 以系统的评判 是削弱后的孙悟空 值得一提的是 九龄元胜 还算不得西游记第一药 离他更强的是些紫禁 遮过如来 让如来疼痛男人 观音不敢近身 正大光明的独斗孙悟空 和猪八戒的联手 当然最终 因为蝎子怕鸡的天心弱点 被卯日新冠这个酱油解决了 不得不说 修为虽是根本 但一物详一物 有时也是不容忽视的 原霸不得无礼 就在这时 秦军的笑声传来 所有人转头看去 只见秦军坐在石桌前 引着小九笑道 九龄元胜 还不快下来拜剑阵 难道还要继续下阵的手下们 九十五的忠诚度 足以让秦军感 和他开玩笑 此言一出 乃诈等人都傻眼了 听秦军这话 此惊天大妖 是来投拜秦军的 话音刚落 一道黄光 从天降 未讹未安的九头狮子 消失不见 转眼间 秦军面前出现一道身影 快得让乃诈等人 都来不及反应 第三百九十二章秦皇剑 站在秦军面前的 沉稳的大气 传说中的九龄元胜 秦军强忍着激动道 九龄元胜 你终于来了 朕等你等的花都谢了 文言 九龄元胜笑道 在路上遇到一点事 耽误了一会儿 话音落下 他便单膝跪下 拱手笑道 参见陛下 他没有五体投地 是因为实力高出秦军太多 心中傲气难收 但他肯单膝跪下行李 也说明他认可秦军 秦军连忙将他搀扶起来 哪吒等人也纷纷落下 一个个人戒备地望着九龄元胜 没办法 这思太强了 强到让他们都不敢放松 饶氏一向淡定的嫦娥 都促眉打量着九龄元胜 他在好奇这样的大妖 为何会投败秦军 其余人也是如此 一老头可谓是最为惊恐 心中想到 这难道都是圣庭的布局 为了卷土重来 身怀命运之轮 再加上姬永生残魂附体 秦军明显是上古圣庭的传承者 他接连收服远超他实力的强者 肯定有原因 还有谁 一老头心中发誓 以后绝对不再试探秦军 还是想办法和他搞好关系 这可是一条大粗腿 得到九龄元胜相助 关天大会 谁能组阵 秦军张开双臂 仰天大笑道 张狂无比 也让九龄元胜很受用 他的这句话 无疑是把九龄元胜 捧到手下最强的地位 哪吒等人虽有大功 但他们都没有把握战胜九龄元胜 所以一个个都沉默起来 压力山大 哪吒和黄蜂大王对视一眼 皆是苦笑 他们原本把彼此当成竞争对手 哪吒突然杀了一个九龄元胜 直接将他们两个都压过 这种郁闷 可想而知 不过站在大秦的角度 他们还是很高兴的 至少更有安全感 设宴 全程设宴 秦军大笑道 与此同时 整个手煞城都在议论九龄元胜 我的天 刚才那是异象马 九头的巨师 难道是妖族巨拨 太可怕了 刚才他的眼神 吓得我浑身哆嗦 又是来投拜秦帝的 不行 必须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秦帝手下又添强者 修士们 议论纷纷 尤其是那些来自其他势力的探子 更是坐不住了 很快 有关九头十腰 投拜秦帝的消息 传开 但由于九龄元胜没有出手 各方势力 无法预估九龄元胜的实力 当日 整个手煞城 热闹无比 人人都在议论九龄元胜之名 没有战戒 却让秦帝极为推崇 可见九龄元胜绝对很强 九龄元胜的加入 九龄元胜在西游记里 有许多徒子徒孙 说明他 还是有教育的爱好 九龄元胜表现得很大方 面对秦军的讨教 他很有耐心 即便面对哪吒等人 他也没有摆谱 很快便拉拢起了许多人的好感 当然也有人不服 例如李元胜这个 愣头青 总是找九龄元胜切� 几乎都是 被秒杀 金翅大鹏鸟强 还是九龄元胜强 是西游记的几大热门话题之一 可惜因为李元胜 没有达到金翅大鹏鸟的巅峰状态 丢了金翅大鹏鸟的脸 另一边 秦军将天兵 未派入小世界中 并让人开始修建皇宫 同时 小世界改名为秦皇界 在九龄元胜头败的第五日 秦军和清姓们都注入秦皇界中 在里面修炼 灵气可是比外界充裕百倍不止 对于任何一个追求修为的人来说 都无法抗拒秦皇界的诱惑 再过四五日 秦军便变成为秦皇界的 要动身前往圣巢 这一天 秦军带着哪吒和九龄元胜 来到秦皇界的境地 也就是那处连哪吒都无法破开禁止的地方 此处是一座山 整座山高达千米 好似一把利剑插在大地之上 秦军站在山脚下的洞口前 满脸思索之色 洞口高达十米 宽五米 明显不是天然行程 里面藏了一个厉害家伙 九龄元胜眯着眼睛说道 这句话听得秦军眼皮一跳 卧槽 好 还真有隐藏大波斯 你没有信心战胜他 秦军皱眉问道 如果真是如此 那他还是乖乖退回去 跌进去做死 只是说他厉害 没说他比我厉害 九龄元胜满脸自信道 别看他现在只有太已经先进巅峰的实力 他可是能越阶作战的挂笔存在 秦军松了一口气 而哪吒满脸复杂的望着九龄元胜 他连里面是什么情况都无法探知 而九龄元胜 却是能感应到里面藏着什么 具体有多强 差距之大 让他心酸 才败入秦军手下两个月 怎么他就从第一强者之位掉下来了呢 他发誓一定要想办法变强 快破开静止吧 秦军迫不及待的说道 把这个不安因素解除 秦皇界才算真正安全 九龄元胜点头 卖步走到洞口前 右手一挥 轰得一声炸响 洞口前的仿佛有一层无形的法罩 被轰碎 狂风掀起 吹得秦军用手挡脸 紧接着一股狂暴的威压 从洞内传来 呵呵 静止竟然破了 本作自由了 一道狂霸的声音从中传出 与其桀骜无比 仿佛天地间再无人能压制他 哼 九龄元胜冷哼一声 让洞内的笑声戛然而止 紧接着 九龄元胜踏步向洞内走去 秦军和哪吒紧随其后 秦军倒要看看 里面镇压着什么人 顺便探听秦皇界的来历 洞道幽暗 蜿蜒又长 他们走得快 刚进去 九龄元胜便凭空消失 估计是已经达到洞底 为的就是防止对方逃走 轰隆隆 整座山忽然震站起来 让秦军心惊肉跳 生怕山体垮塌 压死他 他们站起来了 哪吒凝重道 眼中竟是惊惧之色 九龄元胜 和那位神秘存在散发出来的战斗 气息 让他被冒含气 秦军加快步伐 但也不敢全速前进 以免被误伤 没多久 震动便停下来 一切恢复平静 战斗似乎只进行了数秒钟 第393章大道秘字 当秦军和哪吒来到洞底时 映入他们眼中的是一处潮湿的地下空间 极为宽敞 九龄元胜正站在地下湖旁边 静静地等着秦军二人的到来 秦军扫尸一圈 也没有发现第二个身影 他不由瞪大眼睛问道 对方呢 该不会让对方逃了吧 秦军心中郁闷不已 看来暂时是无法得知秦皇界的来历 就在这时 九龄元胜忽然张嘴一吐 黄光一闪 紧接着一道沟楼的身影 出现在九龄元胜脚前 他躺在地上瑟瑟发抖 嘴中呜呼地叫着 不知在说什么 秦军瞪大眼睛 哪吒也是 将敌人从嘴中吐出来 这个画面对视觉的冲击力极大 让两人脑筋差点转不过弯 陛下 你可以问他了 千万不要靠近 这家伙修为达到了太乙精先进六层 九龄元胜舔着嘴唇笑道 听得秦军二人瞪大眼睛 太乙精先进六层 比哪吒还高一层 哪吒深受打击 整个人都郁闷起来 比他修为高一层的人 都被九龄元胜瞬间制服 他如何能不郁闷 不过有混天灵 乾坤圈等等法宝 及一身的哪吒战力 可不止太乙精先进五层那么简单 法宝品阶越高 战力加持就越大 西游记后期和风神演绎 完全就是法宝的天下 其余各种神话故事 几乎都有闪瞎人眼睛的神器或者魔器 你是谁 这片小世界又是何来历 秦军沉声问道 仔细看去 这家伙也不知被关了多久 身上的紫袍破碎不堪 甚至泛黑 和一老头很像 但这家伙的外貌看起来并不粘迈 嘴边的长胡须都打结了 可见这家伙活得不容易 面对秦军的问话 破袍男子依旧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 这一幕看得秦军不由皱眉 好歹你也是太已经先进六层的强者 要不要这么怂 难道是被九龄元胜吓怕了 秦军满脸古怪的看向九龄元胜 对此 九龄元胜脸上闪过一抹尴尬之色 他低声喝道 我家陛下问你话呢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老实交代 一听到九龄元胜开口 破袍男子浑身一颤 哆哆嗦嗦道 我只记得我 叫天爵 那这片小世界是何来历 秦军继续问道 这货该不会被关傻了吧 天爵声音颤抖道 记不得 秦军脸色不由难看起来 随后无论他怎么问 天爵都是一问三不知 这丝被关得神志不清 再加上九龄元胜忽然出手 一口吞了他 吓得他差点肝胆爆裂 整个人现在还处于恍惚之中 最终秦军只能作罢 先让哪吒在洞内搜寻一边 看看 能不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陛下 你快过来看 很快 哪吒的声音便从角落传来 瞬间引起了秦军的好奇 秦军来到哪吒身后一看 只见洞壁上卡着数十个奇怪文字 好似磕道 又如弯蛇 完全看不懂 这是什么 秦军疑惑地问道 哪吒凝重道 我也不认识 但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散发出一股微压 神识一扫便有种头晕眼眩的感觉 九龄元胜提着天爵也走了过来 一见到洞壁上的数十字 九龄元胜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而天爵更是捂着脸 不敢去看洞壁 秦军按捺不住好奇 将神识探出 往洞壁上扫去 刹那间 他只感觉脑海一炸 咫尺天涯 缩地成寸 须不万里 玄妙无双 一道仿佛来自亘古洪荒的声音 在秦军脑海中响起 刹那间 一股庞大的记忆疯狂地涌入他脑海中 与此同时 秦军闭上双目 洞壁上的奇形怪字 奔发出金光 竟从洞壁表面飞出 然后盘踞在秦军周身 这一幕 看得哪吒和九龄元胜瞪大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天爵却是惊叫起来 怎么可能 他怎么有资格接受大道密字传承 大道密字 九龄元胜和哪吒对视 一眼都看出对方眼中的疑惑 大道密字是什么 九龄元胜 单手将天爵高高举起问道 哪吒盯着盘旋在秦军周身的金色怪字 眉头紧皱 他能感觉到这些金字 蕴含了无穷的威呢 若是轻易靠近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大道密字 就是大道密字 天爵委屈地叫道 气得九龄元胜 右手一抛 直接将他砸到洞壁上 撞得整座山都不禁剧烈颤动 秦军的意识缓缓清醒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处于一片空白世界 除了白色 再也看不到其他颜色和物体 四周静悄悄的 气氛无比诡异 这里是什么地方 秦军迷惘地望着周围 很快他便回想起 意识昏迷前的一切 难道那洞壁藏了法阵静置 秦军毛骨悚然地想到 否则他又怎会在这里 他下意识捏了捏自己的脸 一点感觉也没有 看来 这里不是现实存在的 大道三千 万法归九 先前那道神秘声音再次响起 声音苍茫 仿佛历经了无数机缘 让人容易迷失心智 你是谁 秦军沉声道 心中一阵不安 他想要退出这个空白世界 也毫无办法 甚至连神识都无法散开 仿佛他又变成普通凡人 凌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震道密字 心领神会 那道声音不理会秦军 自顾自地说着 听得秦军莫名其妙 凌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这句话 他倒是听说过 经常可以看到电视剧里的 道士念这句话 甚至岛国也有流传 逼格很高的一句法咒 就在这时 视线尽头出现一个巨大金字 无比古怪 隐约能看出 好似镇字 很快 四面八方都出现这样的古怪镇字 密密麻麻 看得秦军头皮狂跳 这是什么意思 秦军紧张的想到 紧接着数不清的古怪镇字 忽然向他撞来 各个方向都有 让他无处可逃 草 咬成肉腺的节奏 哄 无数古怪镇字将秦军淹没 刹那间整个空白世界直接爆炸 宛如玻璃破碎成碎片一般 七彩霞光照亮整个意识世界 震道密字 心领神会 万法皆隐 第394章 窥探心灵 震道密字 心领神会 万法皆隐 星象万界 神会八荒 神隐天地 神秘声音接连在秦军的脑海中响起 刹那间 无法事物 意识陷入恍惚中的秦军 忽然感觉一股奇异的热源 流进他的经脉百孩 这种感觉比突破境界时还要爽 迷迷呼呼之中 秦军似乎听到了一道系统提示音 恭喜宿主获得震道密字传承 由于这是宿主第一次获得大道传承 奖励宿主一次随机抽奖 同时奖励宿主等级提升一级 连续两道系统提示音在秦军脑海中响起 也将他的意识从混沌中拉了回来 刹那间 一股无比庞大的记忆涌入他脑海中 比当初领悟天罡36遍时还要庞大 与此同时 站在秦军身旁的哪吒 紧张无比 他望着浑身闪耀着金光的秦军 南南道 陛下你可要称重 九龄元圣安慰他道 陛下气息沉稳 还处于顿悟状态 这是造化 饶是九龄元圣眼中也不禁闪过一丝震惊 他能感觉到秦军现在被一种神秘力量包裹 甚至连他都无法感知 九龄元圣可是有小通三界的本领 当初他坐在洞府内 不靠法宝不靠手下 便能将外面孙悟空等人的一举一动掌握在手中 但现在他甚至都无法看透秦军 他到底在顿悟什么 九龄元圣难难自语 他莫名有种预感秦军要彻底蜕变 一向强横的神通甚至可以弥补修为差距 当然若是修为差距太悬殊 也无法逆天 角落的天觉依旧瑟瑟发抖 嘴中神神叨叨叨叨 大道密自出现 他要来了 天要乱了 这句话被他重复念着 听得哪吒烦躁 真想一巴掌拍死他 哪吒 骂骂咧咧道 暂时还是别这么做 秦皇界恐怕来历很深 陛下需要他得到情报 九龄元圣摇头笑道 哪吒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只是说说气话 时间迅速过去 很快一个时辰便过去 秦军周身的精光 终于开始收入他体内 他缓缓睁开眼睛 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更加内眼 倘若说先前的秦军狂傲冲天 那现在的他就成熟许多 嘴角微微上扬 不再张狂 但依旧自信 散发出来的帝皇威势 比之先前少了一分霸道 眼神如电 咧嘴笑道 真没事 好得很 他心里可谓是狂喜不已 大道密字 他竟然在这里误得 大道密字之一的镇字 何谓大道密字 灵 兵 斗 者 剑 镇 烈 前 行 根据秦军的传承记忆得知 大道三千 其中大道密字便是其中之一 当然得将九个密字集齐 才能凑成一个大道 大道和其牛叉 是比天道还高的存在 秦军能得到镇道密字的传承 实属不易 镇道密字虽然没有大幅度提高秦军的修为 但他的灵魂强度却是飞跃 同时 他的神识范围翻了近乎百倍 甚至能窥探到其他圣灵的心理活动 当然修为不得超出他两个大境界 但这已经很不可思议 窥探对方心灵 这是何等神通 除了窥探心灵 面对各种精神或者灵魂蛊惑 秦军都可以催动镇道密字解除 光镇密字就如此厉害 其他密字呢 定 触法主线任务 收服大道密字 任务详情 每收服一个大道密字 宿主就可以指定召唤一名境界 不超过自己五个大境界的任意神魔 该召唤不包括圣人 秦军瞪大眼睛 这个主线任务厉害了 指定召唤 而且最高可以超越自己五个大境界 爽啊 秦军只感觉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 神清气爽 系统把我的属性列表条出来看看 秦军在心中说道 同时他也在展望其他密字 以前在华夏 他也曾听说过九字真言 各教对他的理解都不一样 有的是法咒口诀 有的是首饰 也有的是觐见名字 秦军甚至还被一些网络小说 误以为正字乃是正法精通的意思 话音刚落 属性列表便出在他眼前 宿主 秦军 称号 秦帝 种族 人类等级 话虚境八层 13429850000经验值 血脉 吉岩魔神 法宝 银龙诸魂枪后天法宝 紫金帝皇甲后天法宝 银兵牌后天法宝 九龙至尊 黄袍后天灵宝 天水于后天之宝 七星剑后天之宝 神通 天罡三十六遍 三昧真火 法外分身 正道密字 本命神通 魔神之身 功法 不灭圣体上古脆体功法 紫红雷法天品上等 炼气诀反品中等 召唤神魔 打己 孝天犬 观圣地 法海 太白金星 龙女 李元霸 黑白无常 李白 杀物镜 诸葛亮 李存孝 刘伯 元红 白起 神功豹 巨灵神 金角 银角 哪吒 黄蜂大王 降龙罗汉 牛头马面 嫦娥 九龄元圣 神魔军团 白袍军 十万天兵 九黎魔兵 华丽的属性列表 看着就带尽 其中神魔旨归纳了秦军召唤到的神魔 并不包括神魔副本里带出来的神魔 秦军收回属性列表 然后看向角落的天爵问道 他还没招吗 没有 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 九龄元圣摇头道 秦军一听 不由犹豫起来 要不要杀了天爵 杀天爵有没有经验值奖励 秦军连忙在心中问报 虽然他修为高 但身份不明 甚至可以说 当惊天地间 没人认识他 杀他等于杀五名小卒 所以没有经验值 系统回答道 秦军嘴角一抽 这尼玛是什么规矩 太强词夺理了 既然如此 暂时还是不杀天爵 先看看能不能问出点东西 若是在他前往圣巢时 还没有问出 结果 那就得送他下地狱 秦军不能把一尊 太乙金仙金六层的不稳定强者 留在秦皇界 若是出事 后果不堪设想 第395章 本皇 一行人离开山洞 飞行途中 秦军开始使用领悟正道密字 获得的一次随机抽奖机会 开始随机抽奖 系统提示音 在这时显得那般美妙 秦军的心情也很不错 他很好奇 秦皇界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然藏着正道密字 而正道密字 又为何会选择他 天爵在洞穴内待了这么久 他肯定也尝试过领悟正道密字 很明显没有成功 秦军领悟正道密字后 洞壁上的奇形怪字都消失了 可见正道密字 不是能供许多人参悟的 很可能唯一性 根据记忆 传承 正道密字 还有许多奥秘之中 秦军暂时只参透到心里窥探 和保持本心的能力 不过他也不急 刚传承就这么厉害 日后有的是时间继续参透 叮 恭喜宿主抽到千面脸谱 千面脸谱 什么玩意 系统 千面脸谱 有什么作用 秦军在心中问道 哪吒操控云雾飞行 速度很快 估计要不了一炷香 便能回到驻扎区域 戴上之后 可以根据宿主的想法 改变面容 系统介绍道 听着很不错的样子 但正可是秦帝 需要低调 秦军摇头一笑 甚至连拿出千面脸谱的兴趣都没有 他将目光放在天爵身上 这丝趴在云雾上 瑟瑟发抖 毫无态以惊仙境的威态 真够丢人的 他可是读过许多难遇古籍 从未看到 有过小世界出现的历史记录 难不成秦皇界沉寂了数千年 乃至上千年 回去 让一老头过来认认 说不定两个被关押了悠久岁月的可怜虫 还是朋友 提到一老头 秦军 救气 召唤出九龄元圣后 他便让九龄元圣去找一老头的麻烦 但这思速度快 反应敏捷 直接逃了 隔半天 又不要脸的凑回来认怂 一旦秦军让九龄元圣出手 他就逃 甚至连九龄元圣都来不及抓他 秦军怀疑 这思绝必是超越了太乙金仙境 但如同一个老无赖本 毫无底线 看来还是得以后召唤出更强的神魔 再找一老头麻烦 好在一老头虽然爱惹麻烦 但对大秦的人都还算友好 甚至经常可以看到 他和街边的乞丐吵架 各种粗鄙之言喷出 但就是没有动手 这也是秦军没有让神魔们全体驱逐一老头的原因 而且他能感觉到 自从凝聚出吉岩魔神 对抗上古之魂后 一老头对他的态度 可谓是殷勤的不行 仿佛发川一般 很快 他们便来到皇宫 经过数日 皇宫已经初步建成 维安的聚灵神正在搭建皇宫 按照秦军的标准 秦皇界内的皇宫越大越好 在皇宫周围 有许多临时建成的木屋 乃是秦军等人居住的地方 他们都是修仙修妖 晚上修炼那气 所以对于简陋住所 暂时可以容忍 去把一老头带过来 落地后 秦军对坐在树上乘凉的皇宫大王吩咐道 皇宫大王速度快 只要一老头不刻意隐藏 他便能很快找到 皇宫大王虽然疑惑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纵身飞去 在起身的瞬间 他的目光不由看向天爵 虽然天爵看起来邋遢狼狈 但他太已经先进的气息可没有消失 让皇宫大王心中惊讶 没想到秦皇界里 还藏着如此强者 但他看得出来 天爵已经被九龄元圣制服 反观九龄元圣风轻云淡 明显没有受伤 那家伙到底有多强 皇宫大王一边飞行 一边咬牙想到 被人从秦军手下第一强者的位置挤下来 他自然不爽 其实还有一件事 秦军不知道 皇宫大王私下里挑战过九龄元圣 结局自然是九龄元圣获胜 此后皇宫大王看到九龄元圣 脸色就不自然 能躲就躲 你们把他带下去拷问 问出他的来历以及这片小世界的来历 四日内若没有结果就处死他 秦军转身对哪吒和九龄元圣吩咐道 说完他便转身向河边走去 他打算趁最好几天好好感悟真道秘字 哪吒和九龄元圣点头 然后提着天爵向远处飞去 夜幕降临 秦军带着一老头来到关押天爵的山谷之中 秦皇界和外界日夜颠倒 里面黑夜时分 外面的大秦王国还是白昼 秦小子 这片小世界可是真了不得 稳固的不行 创立者的修为高的离谱 一老头跟在秦军身侧 嘖嘖称其道 估计又和圣庭有关 毕竟南狱很久以前便是圣庭的天下 说话间 他刻意观察秦军的表情 但月光照耀下 秦军那张俊脸平静如水 很快 他们来到山谷中央 正好听到天爵的惨叫声 凄厉无比 只见他被钉在山壁上 胸膛贴着一道黄符 动弹不得 而九龄元圣手中拿着一根金鞭 不停地抽着他 一边落在身上 雷电交加 看得秦军都感觉疼 你认识他吗 他叫天爵 秦军指着天爵向一老头问道 转头一看 只见一老头表情凝固 整个人仿佛呆了一般 难道还真认识 秦军挑眉想到 当真同是天涯沦落人 一对好鸡被拆散镇压上万年 陛下能不能放他下来 一老头咬牙问道 眼神复杂无比 仿佛已经陷入悲伤的回忆中 有意思 秦军笑道 九龄元圣 放他下来 九龄元圣自然早就注意到 他们二人的到来 他将金边收入袖中 然后右手一挥 天爵胸膛上的黄浮 变化为灰烬 身体静直落下 一老头漫步走到天爵面前 俯视着他 背对着月光的他 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天爵依旧蜷缩着颤抖 不敢抬头 天爵 你可还记得本皇 一老头的声音与平常完全不同 冷漠无比 本皇 秦军眉头一皱 他忽然想起 刚遇到一老头时 一老头也如此自称过 难道一老头以前是皇帝 如果真是如此 那秦军的对他更上心了 帝王心难以揣测 而且一旦登上地位 就很难割舍 一老头如此缠着他 或许是在基于他的江山 天爵如遭雷击 身体僵硬起来 他艰难的抬头看去 嘴中喃喃道 怎么可能 第396章 魔皇 真的是您怎么可能 您不是已经 天爵抬头看到一老头的面容后 吓得连忙往后爬 整个人宛如火箭鬼般惊慌 九龄元圣 以一种审视的目光看向一老头 在大秦内 他最忌惮的人便是一老头 这老家伙深不可测 一老头俯视着他 缓缓开口道 本皇 没死 只是被困了上万年 上万年何其长 但从他嘴中说出 仿佛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天爵浑身一颤 紧接着他忽然抱头惨叫起来 只感觉头要炸脸 秦军看得莫名其妙 难道这次不是装的 当真记忆不行了 这时 一老头猛然探出 右手 虚空一抓 竟然将太乙精先进六层的天爵 隔空抓得悬浮起来 这一幕看得秦军三人皱眉 哼 你当真是糊涂了 一老头冷哼一声 一股霸道绝伦的气势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惊得秦军后退数步 哪吒后退一步 九龄元圣身形泥颤 好强 秦军眯起眼睛 认真起来的一老头 简直判若两人 从九龄元圣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强 只见一老头朝天爵的额头一点 刹那间 天爵瞪大眼睛 瞳孔紧缩 无形的风浪向四周洗卷去 吹得秦军黑发乱舞 天爵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 让人头皮发麻 紧接着一老头右手一甩 可怜的天爵砸在山壁上 鲜血从嘴中飞进而出 痛苦极了 想起来了吗 一老头语气森然的问道 这次出手比九龄元圣还狠 看来他们不是急的关系 秦军自顾自的瞎想着 天爵颤颤巍巍的起身 跪拜一老头 语气惊恐道参见魔皇 魔皇 秦军瞪大眼睛 心中直呼卧槽 他看过的古籍中有过魔皇的记载 据说上万年前的南狱 魔道横行 当时有一位魔皇乃是南狱第一人 那时还没有圣巢 直到魔皇消失 正到找到可乘之机 圣巢也悄然崛起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魔道强于正宝 但依旧不敢太越界的原因 因为圣巢不喜魔道 原来这老东西身份如此牛 秦军瞠目结舌的想道 他很难将吊锒铛的一老头 和曾经叱咤南狱的魔皇联系在一起 九龄元圣和奶炸 虽没有了解魔皇 但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不得 以后别叫我魔皇 以后 你跟我一起为秦帝效力 一老头转身指着秦军孝道 这老东西 还故意朝秦军咧嘴一笑 瞬间破坏了他刚才威武的形象 这 恢复记忆的天爵本能的想要拒绝 没办法 秦军太弱了 连帝仙境都没有达到 他一根手指都可以碾死秦军 嗯 一老头瞥了他一眼 眼中的杀鸡让他遍体凌寒 不敢多说 连忙朝秦军磕头 秦军看得眉头紧皱 一老头是真心实意 还是固步一阵 想把天爵打入大秦 日后再谋反 身为帝皇 秦军不得不多疑 秦小子 此人 那我当年的一名手下 你有什么要问的 随便问 一老头回头对秦军孝道 再次恢复脾相 哪吒 和九龄元圣看向他的目光 完全不同了 这老头真的很强 秦军点头 然后开始询问天爵 仔细一想 一老头可能真的没有想要染指大秦王国 否则当初一出来 他就可以把秦军和手下的神魔全杀掉 要知道 秦军还没有召唤到太乙经先进前十 就遇到了一老头 一老头 还帮他逼迫过深渊门 可惜小竹龙已经被神秘势力带出南狱 让秦军无可奈何 恢复记忆后 天爵老老实实地回答了秦军的所有问题 原来秦皇界以前乃是一处有名的禁地 名为地虚 经常被修饰闯入冒险 天爵也是其中之一 但忽然有一天 小世界忽然暴动 出入口被封闭 无法逃出的天爵便只能在地虚里生活修行 希望有朝一日能出去 偶然一次 他发现了镇头蜜子 惊喜之下 想要参悟 却被镇头蜜子伤了魂魄 记忆消散 甚至还触发了山洞的禁止 从此被囚禁 这么说 你对地虚的了解也不深 秦军皱眉问道 天爵惨笑着点头 当初的贪心使得他被关尽万年 当真是不幸 我以前也听说过地虚 但没在意 一老头挠头说道 这句话无疑是说明 地虚也就是如今的秦皇界 比他存在的时间还要悠久 难不成真和上古圣庭有关 上古时期距离现在相差数万年 具体多少说 无人得知 而一老头风光之时 圣庭当时已是传说 至于他为何知道姬永生和命运之轮 那就不得而知 因为他从不透露这方面的真相 罢了 秦军拂袖而去 心情很郁闷 什么都没有问到 当然 天爵若真听一老头的话投拜他 也不错 一尊太乙精先进六层的强者 可很难得 倘若加上他 秦军手下的太乙精先进强者 便有五尊 哪吒 黄蜂大王 嫦娥 九龄元胜 至于一老头 秦军还无法降服他 这老东西看似想要抱他大腿 但秦军也不放心 让他办事 天知道他会不会又捅出什么 搂子 九龄元胜和哪吒对视一眼 双方都看出对方眼中的诧异 没想到事态会演变成现在的局面 希望你不要两面三刀 九龄元胜 撇向天爵说道 说完便和哪吒追上秦军的脚步 天爵被他看得浑身哆嗦 瞧你这点出现 有这么害怕吗 一老头一脚踹在天爵的屁股上骂道 真让他丢人 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或许这个世上 已经只剩下天爵这么一个就相识 他太恐怖了 天爵委屈的说道 一想到被九龄元胜一口吞掉的恐怖经历 他就毛骨悚然 心生寒气 九龄元胜的时代也没有这样的惊天大妖 九乃吉数 九头狮子明显来历不凡 至少一老头认为九龄元胜和圣庭有关 传说中 圣庭战神手底下 可是有不少附庸种族 皆是天赋恐怖 例如猫人族 第397章玉及盛世 时间一转 五日 时光匆匆过去 这一日 是秦军动身前往关天大会的一日 玉关城前 秦军的亲信们都前来送别 打几何游凤凰更是依依不舍 秦军 嫦娥 九龄元胜以及一老头 站在众人前面 哪吒则满脸不爽的看着他们 原本计划让哪吒陪同 但九龄元胜和天爵的出现 改变了计划 九龄元胜可是太乙金先进巅峰 有他在 秦军更能保障安全 而天爵有太乙金先进六层的实力 即便已经投败秦军 为防万一还是得有千只力量留下来 哪吒 加黄蜂大王 肯定能轻松镇压天爵 甚至防范牛魔王入侵 此行 你一定要小心 这次秦军可是要去圣巢 他们对于圣巢的了解一直停在传说中 放心吧 等着从亿万人嘴中得知朕的辉煌吧 秦军笑道 一句话说得所有人热血沸腾起来 李元爸嚷嚷道 陛下 带上我吧 我双锤很厉害的 歉 还不如带我 我的三妹真火 谁能挡 红孩跟着叫嚣道 元红和雷阵子则满脸虚膝 曾经他们追随秦军征战四方 如今只能留下来守卫大秦 不仅是他 其余人神魔也是如此 大部分人都曾担任过秦军手下第一人 现在被甩开 他们心中百感交集 站在太白金星身后的八仙 则满脸复杂 秦军手下强者如云 他们虽然地位也高 但终究算不得巅峰 他们只能发誓 努力为秦军效劳 刷新秦军对他们的印象 在此之前 秦军已经制定对王国的征讨计划 要求只有一个 王国皇帝必须留活口 好了 该出发了 秦军挥手笑道 准备转身之际 忽然看到打起身后的 旺雪欲言又止 他不由歪头笑道 旺姑娘 带朕回来之际 就是那你为妃之时 你可要做好准备 若是以往 旺雪肯定会娇羞 但现在却没有 如丝银发随风飘动 绝美的脸上满是关怀之色 他轻咬背齿道 只要陛下平安归来 切身愿意服侍陛下 秦军愣了愣 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 旺雪对待感情的观念有些前卫 向往的是喜欢的男人 只爱他一人 这也是他一直逃避秦军的重要原因 即便他父亲望眼一直劝导 他也没有答应 但这一次 他却卸下心底的芥蒂 原因自然是秦军此行太过危险 外界人人都在笑谈 秦帝不知死活 若是前往盛朝 必死无疑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秦军对望雪抛了一个笑眼 便纵身跃起 嫦娥 九龄元盛以及一老头 紧随其后 九龄元盛右手一招 腰风袭来 瞬间包裹他和秦军三人 羞的一声 他们便消失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希望陛下平安吧 刘伯温叹息道 太白金星抚须笑道 你们担心什么 我算过陛下 这一去不是劫难 是机遇 懂得算命的诸葛亮和刘伯温 都不如太白金星 他们算不到秦军的命 所以听到太白金星的话 他们都有些惊讶 太白金星虽然修为只有天仙境 但算命本领却是强的离谱 众人也被太白金星的话宽慰道 再联想到九龄元盛的强大 圣朝即便玩阴谋诡计也无济于事 更何况秦军总是藏有底牌 妖风之中 秦军扭着脖子满脸期待之色 之前 圣朝使者送来的御检上 记录了如何前往圣朝 据说在无尽山林中 坐落着通往圣朝的传送点 圣朝存在于南域上空的某个位置 相当于小世界般的存在 如果不通过传送点 是不可能进入圣朝 同时 御检之中还记录观天大会 所谓观天大会乃御集圣事 百年一次 御集的意思便是不止南域 各个域的天才观赏天外星辰 具体怎样 秦军暂时不得而知 唯一知道的是观天大会的意义极大 非顶级天才不可参与 观天大会的奖励极其丰厚 当然对于已经决定和圣皇为敌的秦军来说 不值得一提 他在意的是观天大会的过程 据说每一位参加观天大会的天才 都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收获 大会结束后 一个个都大幅度变强 使得观天大会在圣朝和南域大势里 眼中变得炙手可热 百年一次 还得是天才 毫不夸张地说 每一个人一生就只有一次机会 而且 这个机会首先得从无数人中脱颖而出 秦军对观天大会的了解 只有这些 一切还得等到进入圣朝后才知晓 陛下是在想内非一世吗 笑得这么开心 嫦娥忽然开口问道 虽然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朗 但她的话却是秦军惊喜起来 咦 你是在吃醋吗 秦军眨了眨眼睛 然后认真道 怎么可能 朕乃万世帝皇 怎能沉迷温柔乡 可惜嫦娥没有再回答她 只是直直地看着她 眼神平静如水 秦军被看得心虚 擦 朕本来就没想 那非之事 为何会心虚 秦军平复心情 与嫦娥对视 四目相对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 气氛颇为诡异 喂喂 旁边还有人呢 你们别这样 光天化日呢 一老头适时地破坏气氛 满脸古怪笑容的她 看起来那么的欠奏 九龄元胜则闭目仰息 即便不靠眼睛 她也能找准方向 以她妖风的速度 半日便能赶到盛潮的传送点 嗨嗨 秦军甲壳一声 然后收回目光 也不知道是修为差距 还是其他原因 跟嫦娥对视 秦军的心不争气地狂跳起来 随后她无聊地 拿出千面脸谱把玩 千面脸谱如同一张光滑的凝枝白布 贴在脸上 就可以随意变化面容 算起来 最近的随机抽奖 都有些强差人意 上次找到嫦娥时 莫得的随机抽奖 甚至还不如千面脸谱 看到秦军戴上千面脸谱 不停的变化面容 一老头顿时感兴趣了 连忙向秦军借来玩玩 就连嫦娥和九龄元圣 也好奇地盯着千面脸谱 他们发现 秦军戴上此物后 气息也跟着改变 这可就了不得 第398章 盛朝风光 能改变面容 还能改变气息 这样的奇物 说不定在关键时候 能起到救命稻草的作用 秦军还没有发现 千面脸谱改变气息的效果 因为千面脸谱不是完全改变 只是稍微变化 但对于神识强大的人来说 就等于是致命的误导 陛下 这可是好宝贝 要说好 九龄元圣若有深意道 听得秦军愣了愣 然后立即把千面脸谱 从一老头手中抢过来 并骂道 滚一边去 朕的宝贝 别被你弄脏了 靠 一老头爆粗道 这个字 还是跟秦军学的 他发现 只有在这种时候 才能用此字表达心情 虽然被秦军嫌弃 但他也不好发作 只能站在后面生闷气 他也知道 秦军因为上古之魂的事情 至今还记恨着他 所以只能忍 九龄元圣则很好奇 明明一老头很强 为什么要赖着秦军 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路不再言语 很快 他们飞过群山江河 远离人际 前往圣朝的途中 需要穿过无人区 妖兽纵横 凶险万分 当然对于秦军等人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按照这预检指示 在这片山林中最高的山峰顶端 便是通往圣朝的节点 常年有圣朝士兵驻守 而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咻 秦军忽然注意到 远处传来破空声 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道长虹急尺而来 虽速度远不如九龄元圣 但威势倒是逼人 估摸着有地先进的修为 难道也有人前往圣朝 秦军如此想到 但他也不在意 他此行的目标是关天大会 闲杂人等 何须在意 没多久 他们便看到了那座最高的山峰 好似一根 晴天柱般连通天地 从树林中冒出 直耸入云 秦军四人在妖风的包裹下 迅速窜入云端 没多久 先前秦军看到的那名帝 仙境修士飞了过来 他皱眉难难道 好大的妖气 九龄元圣的妖风速度极快 他先前没有发现 秦军等人 凑近后 才感觉到妖气 与此同时 秦军四人落在山峰顶部 这里有四名迎甲士兵守着 他们皆有着天仙境修为 盘坐于一扇白玉石 弃城的传送门前 来者何人 四名迎甲士兵起身问道 他们目光警惕地望着 秦军身后的九龄元圣 圣巢排斥妖族 尤其是强大的妖王 弱小的妖兽 则被圣巢当奴隶牲处对待 朕乃秦帝 秦军语气淡然道 甚至不行礼 若是行礼 岂不是想让天下人笑话他 此言一出 四名迎甲士兵瞪大眼睛 眼中尽是不敢置信之色 他们瞬间就诚惶诚恐起来 人的名术的影 秦帝之名 让人闻风丧胆 原来是秦帝 我们这就给你打开 传送门 其中一名迎甲士兵连忙说道 秦帝进入圣巢 参加关天大会的事情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大部分人都认为 秦帝必死无疑 但那也是关天大会后的事情 现在面对秦军 四名迎甲士兵都不禁颤抖起来 至于真实性 他们并没有怀疑 因为秦军身后的两人一腰 气息深不可测 谁不知道秦帝身边的随从 都是一等一的绝世强者 看着四名迎甲士兵 乖乖地催动传送门 秦军露出满意之色 至少没有发生 狗眼看人低的恶俗桥段 这时 秦军先前看到帝先进 修士也落地 他目光落在秦军等人身上 眉头一皱 他也看出秦军等人的不凡 这些人到底是何来历 他一身黑袍 身材略显勾楼 好似老人一般 心中疑惑地 想到 脚步下意识后退 与秦军等人拉开距离 秦军回头瞥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他自以为很阳光 但却让黑袍人毛骨悚然 很快 通往圣巢的传送门被催动 一名迎甲士兵紧张道 传送门已经好了 您可以出发了 秦军淡默地点头 然后带着九龄元圣 嫦娥 以及一老头 走入传送门中 带他们离去后 四名迎甲士兵 方才放松下来 他们再次看向黑袍人 脸色瞬间威严起来 沉声喝道 来者何人 前方的反差 看得黑袍人嘴角一抽 但四名迎甲士兵 都有天仙境修为 皆强于他 使得他不敢造次 只得老老实实道 我乃寒江皇朝元刚 大 秦军走出传送门 强光的作用退去 他睁眼看去 恶然发现 周围云雾缭绕 他脚下是一处悬空的飞岛 前面士兵把守 旁边还有巴扇传送门 修饰进进出出 放眼看去 可以看到一座座飞岛 漂浮在空中 天势那么的静 仿佛伸手就可以触碰 快过来登记身份 不远处的一名士兵 被秦军等人怒声骂倒 明显很不耐烦 每天要接待成千上万名 来自王国 皇朝的修饰 他自然会烦躁 秦军脸色平静地走起 心中感叹 不愧是圣朝 铺天盖地各个方向 都能感受到恐怖气息 在圣朝中 天仙境只是夏季士官 而在皇朝则是圣上 可见实力差距有多大 一老头四处打量 嘴中喃喃道 则则 当初的小势力 也能成长到这个地步 圣朝 听起来真够威风的 在他那个时代 整个南狱以他为尊 压根没有圣朝的存在 来到士兵前 秦军拿出先前 圣朝使者送的御剑 那名士兵 一看到这副御剑 甚至还未用神识 去查探 便惊恐地跪下 大 大人 您请进 该士兵惶恐道 不敢去看秦军的眼睛 这一幕 让周围的修士和士兵哗然起来 那位公子是什么身份 则则 这名少年来历不凡啊 那副御剑代表 圣皇旨意的御剑吗 难道他是圣皇请来的贵客 估计他本身 就是圣朝的达官子弟 只是下去游历一番 修士们议论纷纷 不少年轻女修 看向秦军的目光 炙热起来 在圣朝 关系最大 若是攀上高枝 千年 无忧 秦军收回御剑 他也没想到 光是拿出御剑 当是一处小集市 有不少修士在吆喝 吼 就在这时 一到今天的咆哮声传来 震耳欲聋 第399章 无视圣法 秦军转头看去 只见一头无比庞大的火鸟 从云端展翅飞跃而上 一盏 仿佛要遮天 掀起的狂风 甚至吹动沿途的飞岛 狂风呼啸 吹得秦军用手臂挡脸 神兽朱雀 秦军眯起眼睛 冲上云霄的庞大火鸟 赫然是朱雀 比之南卓皇朝的保护神 还要庞大 所过之处 高温席卷 让大部分修士 热汗涌出 怎么出现了一头朱雀 大惊小怪 在圣巢里 多的是神兽 甚至还有龙呢 真的假的 圣巢这么厉害 圣巢对神兽控制得很严 目的就是控制皇朝 没有 神兽 王国是不可能晋级皇朝的 飞岛上的修士 一轮纷纷 那些来圣巢多次的老人 这时 就表现出优越感来 秦军把这些声音听入耳中 他这时才恍然 怪不得神兽那么难找 原来都被圣巢收集起来 当真是好野心 不过他若是圣皇 估计也会这么做 上位者 总是打压手下 以免手下威胁到自己 更何况是 上下附属国 朱雀飞得很快 双翅一阵 便消失在天空尽头 离开的时候 要不要抓几只神兽 秦军笑迎迎道 四神宗那些身怀神兽血脉的孩童 和白猛虎暂时 都没有办法觉醒血脉 一老头撇嘴道 神兽有什么好玩的 神兽在他眼中和妖兽没有区别 只是多了一些气韵罢了 如今已经不是魔皇的他 对于气韵早已不是那么看重 秦军懒得搭理他 而是继续向前走去 按照圣皇预检提示 接下来他得去圣城报道 届时会有专门的人招待他 然后静等关天大会的到来 其实圣皇甚至想让人 直接把秦军接到圣城 但一想到这样会显得有失身份 只好作罢 进入集市后 秦军让九龄元圣 去询问圣城往哪里走 他忽然注意到 周围有许多炙热目光 集中在嫦娥身上 月神之戎 倾国倾城 凡夫自然扛不住 嫦娥冷哼一声 盯着她的修士 只感觉胸口气血翻涌 神魂震荡 连忙收回目光 倒吸凉气的声音 从周围接连传来 很明显 修士们都没有想到 这名绝色女子 竟有如此修为 一老头骂骂咧咧道 看什么看 小心挖了你们的眼珠子 这次丝毫不顾忌 直接破口大骂 顿时惹怒了不少人 嫦娥他们惹不起 一个老乞丐 他们还怕吗 臭叫花子 嘴巴放干净点 信 不信我活刮了你 哼 这样的人 也配来盛嘲 一明明修士怒声骂道 若非考虑到 飞岛禁止私斗 一老头已经被围攻 一老头 没心没肺地挖着鼻孔 满脸不屑 明明他一口气 都能摧毁整个飞岛 他偏要故意挑衅敌人 可见这次的玩心有多大 就这样 一老头开始和一群修士 唇枪舌战 秦军看戏 懒得掺恨 很快 九龄元胜便提着一名青年 走了回来 在盛朝划行的妖王 并不少见 但一般不敢嚣张 毕竟盛朝内 人族地位高于妖族 即便是妖王 也不过奴隶罢了 放开我 你这是违抗圣法 这名青年 在九龄元胜手中叫嚣着 他身穿粗布衣 看起来只是杂役 但面对一尊妖王 也敢如此嚣张 可见盛朝人的高傲 深入骨髓 带我们去盛城 否则死 九龄元胜的右手 微微用力 捏得青年的脖子巨痛 双手好似猫爪般 疯狂地拍打九龄元胜 倒不是他勇敢 只是身体条件反射而已 秦军笑道 别把他捏死了 来之前 他就说出了自己的底线 不烂杀无辜就好 谁若敢阻他 直接除掉 不用考虑圣皇的怒火 秦军等的 就是触怒圣皇 双方变成敌对关系 还能完成任务 这时 士兵们纷纷聚集而来 飞到禁止私斗 法规严谨 甚至不考虑双方的身份 住手 放开他 否则就地处决你们 一名身穿黑色仲凯的男子 沉声喝道 身材魁梧的他 好似一座铁塔横 在士兵们面前 秦军笑盈盈 也不开口 九龄元胜冷哼道 我询问这司 如何前往圣朝 他直接开口骂我 这种人配活着吗 此言一出 所有修士的表情 都古怪起来 圣城可是规定不准 妖兽踏入 据说当今圣后不喜妖族 所以圣皇才颁下此令 这头诗妖竟然想去圣城 简直是找死 九龄元胜失恋人身 让人一眼 就能认出他的身份 走吧 秦军看也不看那些飞倒士兵 转身说道 众人都没有意见 九龄元胜直接卷起妖风 包括 所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走 士兵们都来不及反应 包括那名黑凯男子 围观的修士 面面相去 竟然有人敢无视圣法 传令给浮空城主 追杀此妖和他的同伴 黑凯男子沉声喝道 这片飞倒区域 被统称为浮空城 乃是圣巢几大传送区域之一 若是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都没有好下场 即便对方在墙 说话间 黑凯男子将头盔上的一颗珠子取下 里面记录了秦军等人的面容 与此同时 妖风之中 不一青年瑟瑟发抖 惶恐地望着九龄元胜说道 别杀我 别杀我 只要你止路 到了圣城就放下 秦军淡默地说道 他可不想一路守规矩 真要那样 得浪费多少时间 听到秦军的话 不一青年方才看向他 没想到做主的不是这头狮妖 而是这名少年 你到底是谁 不一青年咬牙问道 对方敢无视圣法 要么有嚣张的资本 要么脑残 在浮空城生活数十年的他 很少见到脑残 秦军没有理会他 而是自顾自地盘坐起来 开始练功 一老头则怪笑着 让我好好玩玩你 一老头搓着双手 所以他是开玩笑 但听得秦军和九龄元胜嘴角抽搐 与此同时 一道道长虹正向秦军等人追来 每一股都不弱于真仙境 气息汇聚在一起 极为恐怖 风卷残云 第四百章 掩天石 陛下 后面有十二名真仙境修士在追 估计是这片区域的执法者 九龄元胜开口道 秦军听后 甚至不睁眼 随意道 打发他们 别下杀手 就好 对于无冤无仇的人 秦军还是很宽容的 站在执法者们的立场 这是他们的本分 九龄元胜 点头 转身轻轻挥手 刹那间一道道风刃 从妖风中飞 出 撕裂空气 向十二名执法者袭去 本来就追得吃力的十二名执法者 根本来不及闪避 就接连被风刃割伤 一个个惨叫着停了下来 妖风呼啸一声 便消失于他们的视野范围内 甚至飞出了浮空城区域 好快的速度 那头是妖 难道达到了惊仙境 浮空城城主 陈康陈生道 中年雄子的他 捂着鲜血淋漓的胸膛 整个人气息极为稳乱 九龄元胜的锋刃 可不只是普通攻击 还搅乱了他们的法力 让他们无法追下去 可恶 我们上报圣城吧 这点小事也要上报 只不过丢了一名杂役而已 小事 对方强得离谱 说不定我们一起上 都不是他对手 哼 反正我不想去送死 执法者们开始争吵起来 让本就心里烦躁的陈康 更加偷疼 十一名执法者 都来自不同的实力 彼此间或多或少都有仇恨 使得他无法完全掌控执法队 或许这是圣皇故意未知 好了 别吵了 上报圣皇吧 陈康沉声喝道 心情极度不爽 恨不得拍死这些傲气冲天的家伙 这时 执法者中 唯一的一名女修开口道 你们不觉得那位少年是秦帝吗 那头狮妖会不会 是最近 盛传头拜秦帝的九头狮子 当日九龄元圣高调出场 无数修士都亲眼目睹 甚至还有人利用灵珠记录下来 九头狮子 可谓是一炮红 疯传整个南狱 他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关天大会近期就要展开 撞上秦帝 确实有可能 倘若是秦帝 那就解释得通 秦帝不遵守圣法 是所有人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若乖乖遵从 反倒有猫腻 无论他是不是秦帝 我们都不再插手 我们也管不了 人都跑了 陈康辉首道 心里也有些惊疑 难道真是秦帝 整个圣巢所有人 包括他在内 都在好奇 秦帝来圣巢后 会掀起怎样的风望 结局又是如何 传说中的人物 真出现在他眼前 他不禁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众位执法者 都是点头 每一个人的眼中 都不禁迸发出兴奋之色 秦帝来了 圣巢比秦军想象中要大得多 至少目前已经大过平天之地 飞了一个时辰 仍没有到达圣城 如果真是南欲上空还好说 但这里好似小世界般的存在 这就足以让人惊奇 有人说 圣巢是寄托于某件强大的法宝 也有说 圣巢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只是与南欲相连罢 秦军坐在妖风中感叹着 若是日后大秦皇宫建立于此 那该多爽 定 触发主线任务 攻占南欲天世界 任务详情 因为宿主对圣巢所在的世界产生觊规 特此触发主线任务 五年之内 宿主必须攻占南欲天世界 将圣巢驱逐或者收服 随机抽奖 任务失败将等级下降两级 我去 这样都能触发主线任务 秦军傻眼了 心中破口大骂道 什么主线任务 奖励太抠门了吧 解释权规系统 系统不想解释 面对系统 秦军最没脾气 只能忍 不过好在 这道任务的时间期限是五年 很充裕 就在这时 妖风忽然停下来 惊得秦军皱眉问道 怎么了 90元胜开口解释道 前面有阵法 范围极大 里面正发生着战斗 阵法 秦军疑惑 不由问道 绕过去就可以了 为何要停下来 阵法里面有好东西 一老头舔着嘴唇笑道 听他这么一说 秦军也感兴趣了 他连忙起身 走到90元胜面前向前看去 只见前方千米处 被一道好似天网般的巨大 紫色光幕挡住 放眼看去 看不到紫色光幕的镜头 仿佛天地被他分为两半 隐约能听到厮杀声 咚咚咚 秦军的心跳莫名加快 同时他感觉体内热流上游 这种无法控制的感觉 让他不由回想到 当初吸收急炎优水的场景 怎么回事 秦军在心中问道 希望系统能给他答案 系统是最了解 他身体情况的存在 急炎魔神血脉 秦军并没有透露给神魔们 而是打算当底牌隐藏起来 不清楚 宿主进去看看 就知道 系统迅速回答道 语气似乎在蛊惑秦军 与往日略有些不同 秦军沉声道 直接闯过去 既然对方的法阵挡路 那便直接闯过去 现在的他需要怕谁 得到秦军的指令后 九龄元圣微微一笑 当即操控妖风向前冲去 突然的加速 让不一青年尖叫起来 拼 如同玻璃被撞碎一般 妖风直接击碎紫色光幕 法阵瞬间破开 法阵内是一处巨大飞倒 双方修士正占的热火朝天 到处都是尸体 放眼看去 少说死了也有五万人 法阵一破碎 所有修士齐刷刷地回头 看向突然闯进来的妖风 秦军的目光 则定在了飞倒中央的 一块巨大金石 他悬浮在祭台上 自动旋转 金光闪耀 照耀着周围的战斗 神圣布尔庄严 那是什么 秦军咒没想到 一看到那块金石 他心里竟然不可遏止地 产生霸占之欲 他连忙对九龄元圣说道 停下来 不用他说 九龄元圣已经停下来 只见他也盯着金石 若有深意道 没想到这里藏着眼天石 眼天石 秦军听得莫名其妙 但 嫦娥和一老头 都目光灼灼地盯着金石 可见其来历不凡 动手吧 夺下那块金石 秦军直接下令道 完全不考虑 下面两方人的战斗 他的加入相当于劝战 至少两方修士 会共同抵御他 至少他这么安慰自己